那个4-1单选题 第二题问BC珠 他说乘上题 乘上题就是这一题 好他跟你讲 一开始细胞长这个样子 他现在呢进行减速分裂 则下列叙述 何者错误 好我现在从第一题开始解释 首先这个细胞一开始也不是长这样 这个细胞一开始应该是长这样子 第一对第二对 好这时候我们写成2n等于4 他是2n的 而且共4条 1 2 3 4 然后经过了S级复制之后呢 才变成现在图一所看的这个图 复制完了变成二分体 这时候呢还是2n等于4 因为这是第一对 这是第二对 还是只有4条啊 好2n等于4 接下来呢进行第一次解释分裂 他就会分裂成 哦Torella这里分开了 只剩第一对的其中一条 跟第二对的其中一条 这写成1n等于2 好接下来经过第二次解释分裂 变成一分体 这时候写成1n等于2 好我们先把它解到这里 我们来看题目 C选项第二次解释分裂后 诶先比较实 先和B 第一次解释分裂后 紫细胞还有几条染色体呢 这就是他的B选项 几条 一条 两条 两条 所以是两条 对 所以B是对的 打勾勾 好接下来看11选项 第二次解释分裂后 紫细胞在这里 这是第11选项 跟D选项 它紫细胞还有几条染色体呢 一条 两条 两条 两条染色体 所以C是对的 两条 就不会是猪选项 一条 应该是两条 所以C跟猪 至少要错一个 那就是猪错 因为这个细胞 两条染色体 一号染色体一条 二号染色体一条 加起来两条 写成1n等于2 两条染色体 所以第二题是猪错误了 好这样子第二题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中心解 对 对 好这样第二题 还有什么问题吗